买了新房怎么布置,买了二手房怎么改造 其实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有一种比较实惠的办法,今天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家具的卖场 你看它这里面有这种一定面积的 这种类似于样板间的这种布置设计 里面有的客户没来洛杉矶让我帮忙去配家具 这个咱们不能说买一个床堆到那里就行了 买的滑滑绿绿的,这个不可以的 基本上还是按照这种设计的标准去找一个参考 你看,虽然它这个展示的间可能会比较大 但是它的某一个局部 可能跟房子的某个局部的大小是相等的 搭配其实是有一个原则的 就是三点,第一点要实用 第二点就是不拥挤,要留出足够的空间 第三个就是它的色系是要一致的 你看视频里这个区域是不是跟很多房子二楼的那个小客厅差不多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个搭配 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让这种卖场的工作人员 把同一个色系的适合搭配的 比如说打一个单子出来 这样的话呢,就是更方便我们去选择 而在搭配色系的时候呢,最好是用那种大众的色系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将来不喜欢了的话,你是很容易去替换的 如果是那种选择比较少的色系或者是搭配 那么你可能就不太容易找到更多的东西来替换 这个就跟咱们买房子似的 有的时候买那个Toe Brother的这种房子 因为它是高度定制升级的 所以坏了的东西或者是哪个地方缺损了 维修成本就很高 或者是你根本找不到可以换的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咱们看的这个是一个小客厅吧 然后有时候跟工作人员聊呢 他们甚至可以给出卧室啊或者厨房 类似的搭配的一个清单出来 这样的话呢,更便于我们去按照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全局来设计 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 只要用心做,用心去发现 都会得到满意的结果 希望能帮到您 请不吝点赞订阅